Hello 大家好 我是Mountain Yung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集我跟大家推荐 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名牌产品 说起买名牌的产品 其实都是一个投资 如果买得正好 其实这个产品可以用很久 可以配襯不同的衣服 不同的长盒 但是如果你买错了 其实只可以用一两次 你就放弃它 所以我整合了我最近 买的名牌单品 跟大家推荐究竟哪些 值得入手 首先跟大家 分享一只 我在葡萄牙买的 LV小包包 即时看看是 什么样子 是黄色的 2024春夏版本的 nano steamer 这个nano steamer 其实是用回LV 最初的steamer 款式变出来的 所以它也是保留了一些 coner上面的设计 不过就用了 天然皮革包住 而我买这个袋 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LV 男装的总台 Phil William 它入主了LV之后 整个气场气氛 style 其实有少少的改变 而这个Mologram 就是它年代出的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手 因为换朝改代 你一定要买回那个 朝代的产品 即是它是最新和最潮的 所以我就买了它回来了 而这款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 第一 它的形状 四四方方 但是mini的size 长身形 它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在里面的处缩空间 第二 它有条 哈哈 长肩带 可以给你扣在两边的九扣上 变成一个执背的功能 而我最近是非常喜欢执背的 所以背上身是十分之QQ 即是很有趣 我很喜欢它的手腕设计 因为通常手腕是一对的 这个mini的手腕 虽然我未必会这样拿着用 但有时候好像假扮得意的话 其实这样拿着又真的挺有型的 所以我就在葡萄牙的时候 看到 哇,真的值得入手 除了款之外 这个价钱真是吓人 在香港卖两万头 而在欧洲买 去买税之后 大概港币是万六元左右 我就觉得 哇,买个LV包包 还要是新款 还要是新设计的作品 是不是应该要买呢? 接着呢 就和大家推荐一下 Clone Body Skin的四合一 LED面膜仪器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就知道我经常飞来飞去 有时去到不同的国家 就会遇上不同的天气状况 皮肤都非常不稳定 有一个家用的LED面膜仪器 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个Clone Body Skin面膜仪器 其实它是非常之轻巧 薄衣衣 去旅行的时候 放入行气箱是非常之轻便 用了它之后 可以稳定你的肌肤 令到你用护肤品的时候 是容易吸收 就算女生要化妆的话 上妆都容易一些 黄光对转柜稳定肌肤 非常之有效 而绿光对美白效果 就极为显著 红光就改善肌肤的肤质 和抗脑化 如果天气干燥的时候 还可以配合Current Body出的 水型胶面膜使用 因为水型胶面膜在外面之后 再带上这个面膜 其实它的光学 会穿透了水型胶面膜 到你的面 补水的成效 是大大提升 不过 面膜我展示不了给大家看 因为我已经用完了 要再入货了 我自己用了这个美容炎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皮肤 是有显著的改变的 第一就是一些细纹 不均秤的位置 明显地是smooth了 其次就是以前 常常都会干到出油 外面好像不停 压头的T字位 是油光满面的 但现在我就觉得 好像平衡了很多 这个仪器我自己最喜欢用 就是这个黄灯 黄色的光壳 因为有时搭完飞机 最明显就是 鼻液里面 因为太干燥 就会爆些暗粒出来 然后回到酒店 我就会做10分钟的美容仪 接着再塗面膜 那些暗粒就会烧走 非常神奇 在转天气的时候 用这个黄光是非常之好 均衡你的皮肤上面的質感 第二个光就是 红光 红光我自己喜欢用的原因 它是有抗老化 没错 抗老化 令你的皮肤的肤质 有所改善 对我自己来说 这两个的光学 是最常用 那当然了 如果你是想美白多些的话 我会推荐你用绿光 我借过给朋友用 用过大概两次 他都说 咦? 这个肤色上面 好像白正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震 可能他转了化妆品 但是既然他这么说 我就相信他 所以是真的值得回去试一试 其实使用这个美容仪 是真的非常之方便的 他还会附带了 这个耳朵位置 然后你只需要 好像Mask那样 放上去你的臉上 放起它 然后它就会有这个 remote 直接按你想要的 眼神 不同光学的功效 例如现在是 红光 然后有 黄光 绿光 还有一个彩光 其实戴上它之后 就是现在这样 你可以带着它 一路工作 做事 又或者 躺在沙发上 或者在椅子上 玩电话 网购一下 这个面膜仪 使用上 其实真的非常之方便 每日只需要 10分钟的时间 戴在面上 很轻松的 就可以变成你每日 护肤的routine 面膜仪 手创的LED 标靶护肤技术 特别是针对我们 亚洲人的皮肤 一个仪器 可以解决多种皮肤的问题 我会建议每星期 使用大概三至五次 而每次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即是不同的功效 这个面膜仪器 使用这么频密 是否非常之值得入手呢 接着呢 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用的 Current Body Skin 光疗身发帽 说起身发 我相信很多的男士们 女士们 都是一个罩技来的 但是我就老实跟大家说 因为有时压力大 或者饮食 没那么均衡 是真的会脱头发 那些头发呢 是洗过凉的时候 突然间有几十条 在那个水渠那里 意识到 我真的要搅拌头 保养一下我自己的头皮 最后呢 经朋友推荐呢 我就买了这个 Current Body Skin 的光疗身发帽 这个光疗身发帽呢 其实是非常之容易使用的 它旁边有个按键呢 按键呢 戴上去呢 每日十分钟 成为你每日的routine 这个身发帽呢 其实呢 它就是充电式 和免提式 就这样戴在头上呢 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 震了双手出来 是极之方便的 这顶帽呢 可以连接蓝牙装置 听音乐 看电视 看YouTube 都是相当方便 根据医学的证实 LED光疗呢 是一个非常温和 安全 和有效的光疗療程 用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不会发热 所以呢 不会影响眼睛 和皮肤部位 它呢通过了 美国的FDA认证许可 从前压去到 后面颈的位置的头发呢 都完全覆盖到 其实呢 就算你没有脱发的问题呢 都可以使用这个 光疗生发帽 因为呢 它可以改善头皮出油的状况 令到你的头皮呢 健康些 没有那么容易脱发 光疗生发帽 利用了120个医疗级的 LED 红光灯泡 以640nm的波 来有效全面 开护头皮 给头发呢 和发师呢 全身的活力 大家呢 真的呢 要在脱头发前 提早使用这个 LED光疗生发帽 因为它可以加强头发 毛细血管的循环 和养分的输送 能够给足够的养分 到达头皮的毛囊里面 刺激头发的毛囊活化 进而换了头皮的老化 防止呢 脱头发 和呢 令到头皮更加健康 毛囊更加健康 我自己用了这顶帽呢 大概都是两个月的时间 我用呢 就不太频密 大概呢 一个星期两次左右 那我就很明显 对你 觉得我头皮上面的健康状况呢 是改善了很多 因为呢 有时呢 头皮呢 很容易出油 跟着呢 就会关掉头疮 硬粒在头上 极之不舒服 我用了这顶帽子之后呢 我的头皮呢 的出油问题 真的改善了很多很多 而且呢 那些头疮是曬到 被盏灯 曬到借曬 我就觉得 哇 真的很好啊 现在呢 我的头皮呢 是非常之干爽啦 头发呢 是比较浓密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 头发呢 它真的帮到我 我都希望将这个 那么好的产品呢 介绍给大家使用 跟着呢 就到这个 No Way Way 因为呢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No Way Way 这个品牌啦 而且这几年呢 都真的非常之红 很多人呢 都会用它的Puzzle包包 今次呢 我就买了 并非Puzzle的包包 因为呢 我发现自己呢 其实呢 现在是很少用大的袋 反而呢 小的袋呢 我是用得多些的 我在勾游的时候呢 我就买了两件 No Way Way的产品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 相机袋 是我喜欢的绿色 相机袋 它的Size呢 我觉得是 Perfect 放在我的包啊 Compersor 甚至乎呢 我部Vlog机呢 都塞到下去 这个相机袋呢 它有两个间隔 前后间隔 前面的间隔呢 就会是大一点的 后面的间隔呢 就会是小一点的 两个间隔呢 是非常之实用 就算啊 你自己啊 不像我这样拍片 你就用一部小的相机 放下去呢 都完全没问题 它呢 还会有一个 有logo pattern 的 斜背带 还可以调校长短 你可以 手拿着它 但是呢 我相信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将这条带 扣上去之后呢 当一个 斜背袋 或者呢 单肩背的袋 使用 这个呢 是一个 柔软的 火粒状牛皮 非常软 而且 很香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这个的相机袋呢 它是百搭的 因为呢 任何时候呢 其实我们出门口 穿T-shirt 穿衣服 或者穿西装呢 都可以背这个小的包包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它真的很便宜 香港买呢 零售价呢 这个的size 是9800元 而我在欧洲买呢 退卖的税呢 只是计算港元 6000多元 大概三分 二度的价钱 就可以买到这个袋 所以 去欧洲的时候 都真的黏了 很多东西想买 但是呢 买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 best buy 因为 它是 实用到 不得了 every day 出门口 我就带了这个袋 第二样 Loeiré的产品呢 就是一件 白色的 衣服 我自己穿衣服 比如里面穿T 衣服 衣服 在外面 又或者 扣衣服 都是比较白搭 可以衬短褲 长褲 甚至外面再加一件外套 而我今次买的这件 白色衣服呢 是棉质的衣服 而且它非常低调地 它瘦了 Loeir的logo 在pocket上 我就喜欢它这种 这么低调的感觉 而这件衣服 真的挺容易搭 特别是不同的场合 你想要见白色衣服的时候 它都好像是派上用场 所以呢 我就带了它 回来了 最后呢就是我买了三个 Hermes的小皮具 这个三个皮具 都是我在香港想买的皮具 有一个呢 其实我找了几间店 都买不到 因为我size上面的要求 它没有 另外两个呢 我觉得这么小的袋子 这么小的皮具 这么贵 我不舍得买 但是呢 去了欧洲的时候 就买了它回来了 那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就是这个了 登登登 这个呢 就是我在香港的 铺头看过 澳门的铺头看过 接着去了 丹麦的铺头看过 去买 巴塞隆拿的铺头看过 而最后 我是在葡萄牙的 Hermes专门店才买到 就是去了五间铺头才买到的 就是一条皮带了 为什么这条皮带这么难买呢 因为皮带呢 是说的size要对 那我是25cm长的皮带 原来这么多间铺都没有 第二样东西是two tone 就是它用了这个Epson皮革 做了双面的皮带 这个呢 都是现在出的新色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很快在铺头的时候 没有了我要的size 那所以呢 我最后呢 就在葡萄的Lisbon 我就找到它 带它回来了 而同时呢 我还是买了一个 小皮具的 这个皮具呢 在香港呢 我想大家都不会 不懂的了 就是Hermes的CoinPurse 这个银包仔 在香港买的话 要2500元 我觉得很贵啊 这么少皮 这么少工艺 就要这么贵 所以我就不舍得买 而最后呢 我在葡萄牙 连这条带呢 一起买回来 都是我喜欢的这些大象灰色 是啊 超美的哦 两个项目呢 加上了呢 就是950多欧罗 连上退税 成百多欧罗 所以呢 都只是800多欧罗 连在一起呢 都只是港币 7000元左右 而 如果皮带 例如香港 卖7900 加这个CoinPurse 2000多 其实是1万元 那就是我省了 2-3千元 我觉得真的差很远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买H 记得呢 去欧洲买 真的超便宜 还有一个H的小皮具呢 我是在澳门的时候 看到有 然后我觉得 哇 好漂亮哦 这个 就是这个的卡住 同时间呢 它可以放 CoinS的一个位置 这个卡住在香港买 要5500元 我觉得又是很贵 不捨得买 但是呢 去到欧洲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咦 原来它只是卖 400多欧 退完稅之后呢 其实就只是400多欧 即是折回港币呢 是3000多元 即是买这个卡住在香港 我便宜了2000元 5500元 减2000元 即是3000多元 哇 即是又是六折到价钱 就可以买到一个 在香港 这么贵的单品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去欧洲买东西呢 特别买H呢 便宜到 不可以抗拒 和大家分享完 这么多个我推荐的名牌单品 不知道哪个又是你的心水呢 不妨在留言区里留言分享 你最喜欢或者你最想入手的名牌单品 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Mountain Yen 按个小小小 下次有PC 你会即时收看到 下次见 拜拜